路径規劃也就是說每一隻手機裡面一定會有裝Google地圖 如果說我要透過Google地圖幫我做那個導航 導航之前會先跳出那個規劃路路徑規劃 比如說你今天你現在的位置他會去抓GPS位置 到你要去的那個景點他也會有經緯度 要怎麼去 他會有個什麼有個規劃結果 那規劃結果的我記得好像是右上角會有個導航 你把它按下去真的就可以導航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網路搜尋 怎麼樣把那個關鍵字 也就是你的那個名稱在網路上的評價如何你可以什麼去做搜尋 那名稱的話叫BTN search 分別有這些 那裡面的話 這邊這一個文字 叫做show detail 這個地方的話會有兩個 文字一個文字的話 就是create time update time 那要把這個 結果秀在這上面 另外有兩個按鈕一個是add item 跟delete 這些我想也要稍微把它記一下 否則的話你要設計那個畫面 那個 相關的訊息就會有問題 那還有其他的這些名稱 最後這邊有一個BTN叫BTN insert 按下去的話 就要把什麼呢 你這邊裡面的 就是你輸入的景點名稱跟內容要把它 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另外經緯度要自己從GPS裡面 去抓到按插入就可以 然後另外底下有個update 也就是說 當他點擊的時候 要能夠怎麼樣把這四個訊息帶進來讓你做修改 那怎麼去做 那這邊上面當然有TITLE2 DETAIL2 跟這個LATITUDE2 就是維度 LONTITUDE2 然後他就有個update 那這些訊息的話都非常重要 第一個 你要先把上面的名稱一定要先了解 這是第一個 關鍵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秀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這邊有相關的 按鈕嗎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標 第一個頁面 這個是怎麼做出來的 為什麼他可以知道說 在哪個地方 上面要打地標 有沒有 那地標上面會有一個這樣的圖示icon出來 那他怎麼做到的 那各位可以發現就說這邊裡面有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呢就會有個經緯度 那透過經緯度我就可以在 哪個經緯度上面打地標 並且給他一個圖示上去 另外呢切到這個景點美食 這邊 會有一個清單 Listurview 我們可以把資料庫裡面 怎麼樣把它放到Listurview裡面去 相關的這動作怎麼完成的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 先看一下裡面的相關的 包含就按鈕的名稱 或者上面的任何的ID的名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將來你們在設計的 一定要先把界面做出來 ID名稱給他 再來才是 資料跟程式的運作 走 按鈕的叫做